蓝色狂响曲是作曲家乔治·盖西文受到伊娃·高蒂尔于1923年11月1日 在风神演奏厅中一场融合古典音乐和爵士乐实验音乐会所启发 于1924年写独奏钢琴及爵士乐团的乐曲 它融合了古典音乐的原理以及爵士的元素 此曲的首演一般是认为在一个标题为现代音乐实验的音乐会中 于1924年2月12日纽约风神音乐厅 由保罗·怀特曼指挥他的乐团以及盖西文演奏钢琴 钢琴与交响乐团的版本是在1946年由格罗菲所改编 它成为了美国音乐会中最受欢迎的曲目之一 乔治·盖西文 1898年9月26日到1937年7月11日 美国作曲家 钢琴家 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的一个俄国犹太移民家庭 原名雅各布鲁斯金格孝为子 盖西文最大的贡献是把古典音乐的风格与爵士乐和蓝调的风格结合起 写过大量的流行歌曲和数十部歌舞表演 音乐剧 成为百老汇和好莱坞 唯一的超越了传统音乐风格中的 幻想性质而创造出天洁作品的 他也是一名的作品 创立了美国的剧场 盖西文生于一个移民自俄罗斯和立陶宛的犹太人家庭 其祖父曾经为俄罗斯帝国陆军当机械师答案15天 以犹太人身份在俄罗斯享有出入境及举主的自由 其父是一个女装鞋的鞋匠 与皮草商人的女儿双链 皮草商人后来因为逃避反犹太人情绪 决定离开俄罗斯 举家移民美国 这位皮草商人的女儿到达美国后即改名卢斯 盖西文的父亲已因为逃避兵认 不久之后都迁往纽约 并改名卢斯 二人1895年结婚 一年生了大儿子艾拉 乔治盖西文在1898年出世 之后还生了一子异女亚瑟和弗朗西斯 盖西文的成长与当时一般的男童无异 客渝在社区与邻居的小孩玩手 在街上玩滚轴溜兵 不识顽皮的恶作剧 在十岁前对音乐都不感兴趣 直到听见好友练习小提琴 随即被琴声所吸引 父母之前买了个钢琴放在家中 通爱拉练习 这琴之后反而被盖西文霸占 1937年夏天 盖西文因脑癌去世 中年38岁 爵士乐是一种源自于非裔美国人社区的音乐风格 起源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中的美国 融合了非洲音乐元素 欧洲传统音乐 蓝调 拉丁音乐和其他各种音乐风格 形成了独特的节奏 和声和即兴演奏风格 爵士乐的形成可以追溯到美国南方的黑人奴隶社区 保留了自己的音乐传统和节奏感 再努力制度结束后 这些音乐元素开始与其他文化和音乐风格相结合 如故此音乐 拉格探移音乐和明鉴音乐 在20世纪初的纽奥里 这些音乐元素开始在咖啡馆 舞厅和社区聚会中融合 形成了一种新的音乐风格 被称为爵士音乐 这种音乐风格以其活泼的节奏 复杂的和声和极限演奏的缩点 爵士音乐逐渐在美国各地蔓延 成为了黑人社区和其他音乐家的重要表演 在1920年 爵士音乐经过了一次风波发展 成为了爵士乐的黄金世界 原约式的达林区成为了一个爵士音乐的聚集 许多优秀的音乐家和乐团在这里展触头起 爵士乐成为了流行的舞曲 并在录音技术的帮助下 传播到全国和全世界 爵士乐的演技不动 从早期的新好音乐 爵士乐也注重节奏 和强烈的节奏结构 对后来的音乐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如爵士乐 爵士乐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极限演奏 音乐家可以在演奏过程中及时创造和发展新的旋律和合唱 这种极限性使得每次演奏都同一国 爵士乐也注重节奏 常常使用复杂的节奏结构和强烈的节奏 爵士乐不仅在音乐上具有重要地位 也成为了美国文化和历史的一部 海洋社群 种族和文化的变迁 承载着非裔美国人的历史 抗争和创造力 并为世界带来了丰富多彩的音乐影响 爵士乐的发展历程中 或者被音乐的历史提供 彰显的天员社群在困境中 云属自由和经营 不仅是一种音乐文化 更是一种文化的文化 并为反抗的 爵士乐的成功和影响力 证明了音乐的力量 能够超越种族和社会的继续 并作识难难自告 平常和公共的音乐 《蓝色庞强者》的作者 乔治·盖西文创作这首乐曲时 想要表达以下一些概念和情感 对非裔美国人文化的赞扬 盖西文可能感受到犹太跟黑人的遭遇类似 想要通过这首乐曲 来表达对非裔美国人音乐和文化的赞扬 融合了爵士乐和古典音乐的元素 展现了非裔美国人音乐的丰富性和独特性 音乐的自由和创造力 《蓝色庞强曲》 以其极限性的方式会表达方式和平民 盖西文希望通过这首乐曲 展示音乐的自由性 让音乐家能够在演奏过程中 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创造力 不受传统音乐规范的生活 对情感和情绪的表达 蓝色庞强曲的音乐 充满了情感和情绪的表达 盖西文希望透过音乐 来传达自己的情感和对世界的感受 这首乐曲中的音乐 原始为心灵 融合上情感的误会和吹起 音乐的探索和误会和吹起 盖西文在这首乐曲中进行了一场音乐使用 试图将古典音乐和流视乐 质量和其他组织的融合在一起 希望突破传统音乐的界限 开拓新的音乐领域 展示音乐的自由和创造力 以及传达情感和情绪 希望透过这首乐曲进行音乐的探索和突破 开辟新的音乐领域 这些概念和情感都在蓝色狂想曲的音乐中得到了表达 蓝色狂想曲中可能存在一些隐藏的含义 这些含义可以根据个人的解读而有所不同 以下是一些可能的隐藏含义 音乐的自由 蓝色狂想曲展示了音乐的自由和创造力 将不同的音乐风格和元素结合在一起 突破了传统的界限 这可以被解释为对艺术的自由表达的追求 以及对创作者在音乐创作中的探索精神的赞领 种族平等和文化融合 盖西文的作品中融入了非裔音乐元素 这可能代表了种族平等和文化融合的价值观 它彰显了不同种族和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丰富性 情感和情绪的探索 蓝色狂想曲中丰富的情感色彩 可能反映了人类情感和情绪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可能探索了喜悦悲伤焦虑放松等情感的变化和转换 社会和时代的反映 作为二十世纪早期的作品 蓝色狂想曲可能反映了当时社会和时代的特点 可以被解读为对现代都市生活 技术进步 社会变迁等现象的反思 蓝色狂想曲的作者乔治盖西文是一位犹太义美国人 他的家族是移民自俄罗斯和立陶宛的犹太人 他的犹太义背景和黑人社群的处境有些相似之处 特别是在二十世纪早期的种族歧视和社会排斥方面 在那个时期 犹太义和黑人社群都面临着种族隔离 社会歧视和经济不平等等问题 他们都被迫在一个主要由白人主导的社会中 寻找自己的身份和平等的地位 这种处境可能使盖西文对社会正义和平等的议题产生共鸣 盖西文的音乐作品中常常融合了非议音乐元素 并在当时的音乐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赞赏 他的音乐风格和创新精神可能反映了身处的社会环境 并成为对不公正和压迫的回忆 虽然盖西文的音乐并未直接表达黑人社群的首尽 但他的创作和艺术家身份 可能让他更能理解和感同身受黑人社群所经历的种族鸡神 和不平等黑 这种相似之处可能促使他对社会的问题产生关注 并透过他的音乐传达对公平和正义的角度 资源的独挂 价值发挥以及得到高僧对资源需求的影响 资源的独挂与价值发挥 资源的独挂指的是资源的公益量或肯性 资源的价值发挥 则是指独可有效地利用这些资源 以实现最大的效益或价值 资源的独挂与资源的价值发挥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一个地区可能拥有丰富的资源 但如果没有适当的开发和利用 这些资源的价值可能无法充分实现 得到高僧对资源需求的影响 得到高僧是指那些追求灵性成长 达到高度修行境界的人 这些人通常追求的不是物质资源 而是内在的精神实践和境界 因此他们的对外在资源的需求相对较少 他们专注于内在的心灵发挥 和追求更高层次的境界 心情不好时 再美味的食物都吃不下 情绪和心情对我们的食欲 和饮食行为有重要的影响 当我们情绪低落 忧虑或压力很大时 可能会影响我们对食物的胃口和饮食习惯 以下是一些可能解释这种现象的原因 心理状态 情绪低落时 食欲可能会下降 忧虑 悲伤或压力可能导致我们对食物失去兴趣 甚至无法享受食物的味道 情绪饮食 有些人在情绪低落时会采取情绪饮食的行为 即通过进食高热量 高脂肪或高糖的食物来舒缓负面情绪 然而 其他人则可能因为情绪低落而完全失去食欲 生理反应 情绪变化可能会影响身体内部化学过程 从而影响食欲 压力荷尔蒙如皮质醇的增加可能会抑制食欲 如果你在情绪低落时没有食欲 这是正常的反应 在这种情况下 重要的是要专注于情绪的管理 和照顾自己的心理健康 以下是一些建议 关注情绪 试着理解自己的情绪并找到适合的方式 这可能包括与心眼交流 进行矿层练习 寻求昼夜的心理梵道 多元化的情绪管理素领 不要紧依待饮食来处理情绪 寻找其他方法 如运动 艺术创作 冥想等 以帮助转移注意力和提升情绪 健康的饮食习惯 即使在情绪低落时 仍然要注意维持健康的饮食习惯 尽量选择均衡营养的食物 确保身体获得足够的营养 如果灵魂不加影响情绪 那么再多的资源都能有 灵魂的状态和心情 确实可以对个人的幸福感和生活品质产生重大影响 即使拥有丰富的物质资源 如果内心感到空虚 焦虑或不满足 那么这些资源对于提升幸福感和心理健康 可能并不会起到显著的作用 灵魂的状态可以包括个人的价值观 情感状态 内心的平静和对生活的易感等 这些因素与个人的心理和情绪健康密切相关 如果内心感到空虚 失望或不满足 即使拥有许多物质资源 也难以真正感受到幸福和满足 追求内在的心灵称资源 自我探索和寻找生活的意义 也会达到整体幸福感和心理健康至关重要 这可以包括寻找与他人的连结 发展个人兴趣和爱好 探索个人价值观 以及寻求心灵实践的方式 这些努力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富有意义和平衡的生活 超越单纯的物质追求 虽然物质资源对于满足基本需求和提供生活便利是重要的 但内在的心灵状态和心情对于幸福感和生活品质的影响同样重要 在追求幸福和心理健康的旅程中 平衡物质和心灵的需求是至关重要 也为了资源战争 为了肤色冲突 为了种旧存亡的人 一个健康性 明昏蓝色黄产曲 对于一些生存的生存乐乐 蓝色黄产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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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首富有情感和表达性的音乐剧 可能能够为你带来一种影响与表迹 并且把你平常的灵状态 并且与自己一次熟悉和敬敬 深入的灵状感和并敬 找一个宁静的环境 关掉感感的效果 让音乐的旋律和情感进入你的心里 试着感受音乐所带来的情绪和意境 让自己沉浸在其中 蓝色黄产曲的音乐可以帮助释放压力 平静思绪 并提供一种逃离现实的方式 透过音乐的力量 可能能够在困难的时刻 找到一些内心的宁静和力量 并重新激发对生活的希望和意义 音乐虽然能给予心灵上的慰藉 但它无法直接改变现实中的问题 在努力修补灵魂的同时 也鼓励寻求实际的解决方案 包括积极参与社区活动 倡导和推动正义平等的价值观 以及寻找知识和帮助的资源 希望能够在音乐中找到一些宁静和力量 并为心灵和现实生活寻求平衡和改善 能找到内心的宁静和希望 并在面对困难时保持坚强和积极 散发灵魂的光 代表着内在的力量和光辉 能够照亮自己和周围的世界 这种光是每个人都拥有的 它来自于我们深层的内在本质和精神力量 要散发灵魂的光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助手 自我认识与接纳 深入了解自己的价值观 信念和梦想 接受自己的独特性和弱点 这种自我认识和接纳 让你更了解自己 找到内在的平衡点 从而散发出真实的光芒 真诚与正直 保持真诚和正直 与他人建立真直的关系 这种真诚和正直 让你的光芒更加明亮 并对他人产生积极的影响 慈爱和宽容 以慈爱和宽容的心态 对待自己和他人 这种慈爱和宽容的态度 让你的光芒充满温暖和光辉 并促进和谐的关系 追寻个人使命 找到自己的使命和热情所在 并为之努力奋斗 这种对使命的追求 让你的光芒更加灿烂 并启发他人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 传播正面能量 用积极正面的态度和行为 影响他人 传递正面的能量和讯息 这种正面能量的散发 让你的光芒扩大 并在你所接触的人和环境中 带来积极的变化 每个人都有散发灵魂的光芒能力 这需要我们与自己连接 发掘内在的光芒 并将它们转化为 积极的行动和影响力 通过持续的自我成长 爱与光怀 我们可以散发出一种独特而美丽的光芒 影响和启发它们 并在自己的生命中创造意义和强 蓝色狂想曲中 丰富多样的音乐元素和情绪表达 以及独特的旋律和活生 让听众能够感受到 判索人类存在的意义和价格 越许呈现了一种深刻的情感 可能拉过对生命的灵魂 通过这样的音乐体验 人们可以以自己的内心对话 感受到音乐带来的激情和情报 蓝色黄色狂想曲 这一类是微妙的散发力和灵魂的灵魂 它能够引领人们进入内在的身体 放火和散发自己的光芒 它提醒我们关注内心的声音和情感 并通过音乐来连接和启发它 创造出一种共鸣和正面的影响力 别忘了有多长 要看有多长 如果强使好多 留给子孙太多资源 反而开了后代 深层资源战争 不可充斥 总结成能够更紧 无论是强使能够 还是弱使能够 传承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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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月都会变到的 把人的音乐 留给族群的是强力的 坚定的信念 不服输的精神 就会是精神神 灵魂层面的巨蜜 经历的音乐 修补量 改善情绪 今天给做听好一点 就很好了